你在看什麼啊 進來 嗯 我想了一個好方法了 雖然我不確定 我能不能得救 我必須告訴後製先生 蛤 夏小姐會死掉 沒有關係嗎 沒有回應 這個 我要做什麼 我要告訴後製 告訴後製先生嗎 後製先生 你聽我說 你打算怎麼做呢 隨時都可以喔 來吧 拜託你了 殺了我吧 有殺跟不殺嗎 他殺 他殺 他殺秦也嗎 殺秦也會發生什麼事情 自己把秦也殺掉的話 他們應該會全部一起死掉耶 欸 喂 如果把精神殺死的話會怎麼樣呢 不行 住手 我在問你 會怎麼樣 會死嗎 還是說 會變成虛無 那樣真好 變成虛無的話 就會有一種被接納的感覺呢 好想殺掉 想殺了他 喂 讓開 住手 不要殺哥哥 哈哈 武力抵抗的感覺也很好呢 嗯 讓人有點興奮 醫生 讓我殺了你啊 醫生 可以的吧 喂 你想起來了嗎 不行 住手 嚇 嚇 我先出去一趟 讓這傢伙離開這裡 把這裡的門打開 但是 這樣下去 那傢伙一旦暴走起來 可是會把這裡弄得一團糟的 如果不快點 把那傢伙扔出去的話 球 就危險了 快點 他們想好了啦 為了把門打開而已啦 我想說 怎麼球危險壞掉是怎麼意思 嗯 他們竟然變妹妹 我的頭好痛 欸 欸 不是欸 啊 厚子先生 厚子先生 我會耍花招 拖延時間 趁此機會 你要想辦法逃走 我想 就有個辦法 你就夏小姐 雖然不知道怎麼會回事 但這麼下去 季奶也好 你妹妹也好 還有你 大家可能都會變得不幸 所以拜託了 舅舅夏小姐吧 這一定是只有你才能辦到的 她可不可以出去拿娃娃吧 如果出去拿娃娃的話 我會覺得很傻意 如果在氣候精神裡 存在著夏的精神的話 那肯定也能進入夏的記憶裡 就這樣 那也說不定 可以治好夏的Zeno 哈哈真的假的 你要把精神體治好 啊 哈 哈 夏 夏 為什麼你會換上Zeno呢 你是抱了怎樣心情 被她給殺掉的呢 這些我都想知道 而且 我絕對不會 讓你被殺掉的 我絕對會治好夏的 夏被殺死 求因此受到打擊 既而治好她的病 我的假說應該是正確的 這個病能被治癒 夏 回去吧 我們一起回去吧 夏 這裡是哪裡 哥哥你來了 這夏的記憶嗎 夏 春哥哥告訴我了 被你打敗了呢 但是 沒關係 看在你是我親哥哥的份上 我就原諒你了 因為被吃掉 所以變得不完整 我的記憶已經肢體破碎 能來到最裡面的地方的話 你就試試看吧 喔 對這個時間點 就是剛剛那個 記奶已經告訴她了 這些是夏的記憶片段 恐怕要收集什麼 重要的記憶吧 找找看成什麼成為 治療下的線索的東西 等一下應該就是那兩個結局了 應該就是一個選擇 這扇門怎麼一回事 恐怕 下并發Zeno的原因 最為深刻的記憶就在裡面 為了打開這扇門 先去別的地方探索一下 這是 這是 聽我說 聽我說小夏 你知道嗎 什麼 據說 在喜歡的人睡著的時候 在他額頭上親一口 如果他沒有醒的話 就能兩情相悅喔 真的嗎 那 那種事情太害羞了 我根本做不到 咦 小夏你有喜歡的人了 告訴我 哼 騙你的 剛才是瞎說的 好 自己 因為說不出口啊 我喜歡的人 是比我大的 很多歲的哥哥 咦 咦 但是 等我意識到的時候 已經喜歡上他 是因為從以前起 我們就一直在一起嗎 哥哥 哥哥 睡著了 我知道 哥哥把我當作妹妹來對待的 但是 只是小咒語的話 應該是不要緊的 哪一個哥哥是那個前野啦 不是真的哥哥啦 因為他住在隔壁啊 所以這樣叫他哥哥 剛才那是下的記憶 那傢伙 對邱的感情 並非是對一個沒有血緣關係 哥哥的感情 他所抱有的 是更為生氣的感情 哈哈 這時候哥哥會爆炸 或者會炸掉 如果能達成條件 也許可以進一步地窺視記憶的片段 再找找看吧 哈哈 好可怕 欸 這是 書嗎 好像是本醫學用書 上面寫著有關心臟疾病已經治療的方法 這是 不是骨骼啦 放心 不是骨骼 可是這個還是很危險 不是骨骼 是骨骼 那是骨骼 是骨骼的嗎 是骨骼的嗎 不會吧 他會不會喜歡 他喜歡後製的話 真的是太荒謬了 不行喔 呵呵呵 呵呵呵 我鑽心致志地讀著邱哥哥的日記 但是 看了之後我就後悔了 啊 好險 上面寫著是失去父母之後 然後 秋哥哥感到了後悔 感到了感傷 好像做了對不起邱哥哥的事情 還是把日記放回去吧 啊 父母的死 我永遠不會忘記 失去父母是一種什麼心情呢 如果 我死了的話 邱哥哥會不會一輩子都記著我呢 我這幾個人都有點病病的 到底怎麼一回事 都病得很重 這些人都病得很重欸怎麼辦 很病敲真的 到底是怎樣 喔 那是腳踏的那個 啊 我也要看他的日記喔 那傢伙 秋自從父母死之後 一直都是一個人住 有什麼事的時候 經常會來我家玩 真懷念啊 這是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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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哥哥來探望我了 哼哼 說實話 應該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情 但就是好開心喔 生病嗎 雖然東哥哥送給我的布 我也很可愛 但秋哥哥送給我的 這對布偶也好可愛喔 秋哥哥說了 這個長得很可愛的是夏 但是 他也說得很像兄妹吧 肯定指的 不是那種意義上的可愛了 天啊 我頭好痛 哈哈哈哈 如果 我和秋哥哥是同年紀的話呢 秋哥哥 會不會多看看我呢 為什麼我會作為妹妹出身呢 為什麼我不能被秋哥哥那樣看待呢 蛤 還是可以吧 執行年紀不是啊 不適合而已吧 我閉上眼幻想著 和秋哥哥兩情相約 辦一個六月新娘般的婚禮 東哥哥參加了我的婚禮 因為我嫁人而感到哭泣 但是 不行啊 只要一睜開眼 我就只是妹妹而已 只是妹妹 不是喔 你不會再長大一點喔 還是有機會的啦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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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看的什麼東西啦 都是那個小孩啦 這個 為什麼就是那個小孩啦 哈哈哈哈 他的同班同學啦 氣死我了 這個啦 這個小鬼啦 害的啦 唉唷 天啊 欸 可以開了 打開了 這前面 就是下的記憶啦 為什麼你會成為Zeno 為什麼你會被秋給吃掉 說不定 這一切都能弄明白 這是我多年來一直尋找的答案 去看看吧 什麼 沒有 沒有 附近有照片 真是的 那傢伙到底跑去哪裡了 我再去找找看 哥哥 秋哥哥 冬哥哥 你們在哪裡 不会把我迷路了 再不要 哥哥 哥哥 你们在哪里 下雨了 明明还很期待今天的野餐 只是稍微往树林里面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我走着 为了能回去我家人身边 不 但是其实不止那样 为了找到我喜欢的人 怀抱着 说不定那个人会找到我 这样天真的期待 嗯 已经走不动了 哥哥救救我 秋 喂 完蛋了 直接晕船 我的头好痛 夏 找了你好久啊 秋哥哥 我想 只有现在才是告诉他我心意的好时机吧 因为我的白马王子 为了我 来找我了 他来迎接我了 你到底跑去哪里了 找了你好久 来 我们回去吧 等等 秋哥哥 那个 秋 秋 秋哥哥 不 秋 怎么了 我一定要说出口 不然会后悔一辈子的 那个 我 我喜欢秋 并不是对家人 或者修妹之间那样喜欢 而是作为一个人 想和你成为情侣的 那种 喜欢 蛤 他这一套该不是因为被拒绝吧 呵呵呵呵呵 我还以为心跳会停止 不 或许就此停下会比较好吧 那么一来 不干什么的 悲伤什么的 痛苦什么的 我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抱歉抱歉 刚才不算 开玩笑的 总觉得秋哥哥冒着雨来救我 那种场景 就好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突然想这么说就试试看了 那么容易就换上哦 真的假的啦 呵呵呵呵呵 那么容易哦 啊 那么容易就换上啦 下 等等我 下 詞曲 李宗盛 告訴我啊 為什麼 為什麼 什麼啊 原來這麼簡單 不 我 我想被哥哥吃掉 這個病焦太嚴重了 我還沒看過這種的 下 可以可以的 存檔存檔 差不多到指點了 好可怕喔 誰都不會來救你的 你就是殺人犯 把好友的妹妹給吃了 瘋子 誰都不會來救你的 殺人犯 我不會住口的 把好友的妹妹給吃了瘋子 誰都不會來救你的 你就殺人犯 你這種人 就算死了 也不會有人為此感到悲傷 你就算被人遺忘 被所有人 永遠的 啊 下 你一定很不安吧 明明成為邱的永遠 即便如此 你還是擔心著 是否哪天他會將你忘記 下 我一直在思考 我要怎麼才能拯救已經死去的你呢 如果殺了邱 你就能得到救贖嗎 你明明就已經回不來了 還要把你喜歡的人 把我重要的朋友給殺了 到底要怎麼做才對 對你來說 什麼才是最好的選擇呢 獨自一個人被留下的我 一直思考著 下 東哥哥 哥哥 你聽我說 我因為邱哥哥失戀了 所以發病了 又因為被吃掉所以將他克制了 我是這麼想的 但是不對 邱哥哥被襲擊的時候 我還以為我可能會就此被所有人遺忘 不 不對 我害怕的是 邱哥哥說不定哪天會把我忘記 我是這麼想的 我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現在心裡很矛盾 希望他不要忘記我 又希望他能忘記我 如果邱哥哥一直對我感到後悔的話 他就絕對不會忘了我 但是我不希望這樣 因為這樣的話 邱哥哥就會一直很痛苦下去 有理智的我總是如此詢問自己 這樣一直一直束縛在一起很高興嗎 我不想讓邱哥哥 一直痛苦下去 但是 被一個我卻這麼說這樣就好 我不想被遺忘 我希望他一直在思念著我 到此為止 一直 這都是我的真心 雖然不想被遺忘 但是不希望他痛苦 兩種情感之風相對無法協調 如同怪物一樣不斷膨脹 所以我想要死去 成為邱哥哥再度發病的原因的我 不能為邱哥哥做什麼了 我自己也覺得很痛苦 但是 東哥哥卻將其阻止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告訴我 我該怎麼辦才好 傻 我一直都想著 要為你向邱復仇 不 被你和邱 被你們兩個丟下的我 除此之外不知道要做什麼了 我是為了我自己才想去復仇的 但是不對啊 你是自願被邱吃掉的 為了讓邱能記住你一輩子 你想怎麼做 想死嗎 真的想去死嗎 這樣的話 我就親手殺死你了 為什麼這句話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 轉折 不 說真的 我並不想死 但是我腦袋很清楚 很清楚我消失掉的話會比較好 為了最喜歡的邱 我消失的話 但是我不想消失 我不想死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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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邱一直在一起 我不想消失啊 這就是你的真心話嗎 我問你 說到底 邱真的會希望你消失嗎 作為妹妹 作為單戀 你一直都是這樣看著她的 我 則是一直作為友人 看著她的 我把那傢伙的記憶都消除了 但是 那傢伙還是會想起你 你並沒有消失 那傢伙 並不希望你消失 那傢伙 邱 會一直記著你的 就算你不消失也會一直 一直一直背負著你的所有 就算這樣 這不是很確定的嗎 這不是不確定的嗎 高興的時候 肯定會把悲傷的事情都忘掉的 邱哥哥接下來還是要繼續活下去 只要活著就會遇到一大堆開心的事情 而且 總有一天 邱哥哥就會有喜歡的人 就會結婚 會有孩子 會變得很幸福 會把我 給忘記 不會忘記的 不 我不會讓他忘記的 會忘記的 我也會忘記的 我會 一直束縛著邱 會一直在他耳邊提起下的事情 為了不讓他忘記 那便是 我的復仇 喔 喔 哥哥其實有點變態欸 有一點點 別忘記我 嚇 嚇 為什麼 哥哥要為我做這種事呢 為什麼 因為 我是你的家人啊 獨一無二的家人 不會忘記的 不會讓他忘記 你的存在 一輩子 一輩子 永遠 我會在晴野秋的心中 深深刻下 後知下 這一存在 沒錯 永遠的 下 已經不見了 哥哥 我好像又要陷入沉睡了 我的治療 我的心理創傷消除了嗎 喔 對 這樣子他的那個好了 留在邱哥哥身上的 如同穴穴一樣的我 總有一天也會完全消失的 但是 因為哥哥你說你不會讓他忘記我 所以沒關係 邱哥哥的病會治好的 因為 我會成為邱哥哥的永遠啊 謝謝你 東哥哥 掰掰 為了 開心 為了 為了 會 如此 你